好,在看完了生辞端语之后 下面我们来看看35个精彩的课文部分 那么首先呢,咱们先看看第一段 先看第一段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The word justice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course of law 正义这个字 常常呢,跟法庭联系到一块 这个里边首先出现了一个 咱们23课曾经讲过的一个固定搭配 叫与什么什么联系起来 这个搭配叫be associated with 与什么什么联系 它一般不表示物理的连接 而是抽象的头脑中联系到一块 这个是咱们的老知识复习了 咱们先复习23课 在114页的第十行 114页第十行 有这么句话 There are counseled people who ever since the early years have learned to associate snails with food 只不过这里变成主动结构了 那么有数不胜数的人 自从他们早年就童年时开始了 就学会了把蜗牛跟食物联系到一块 就是有蜗牛能联想到食物 这是主动结构 本文中只不用被动了 就正义往往跟法庭联系到一块 我们复习一下 在当时曾经说过 表示与什么什么联系起来 还能有哪些搭配呢 这个早在第十四课 这个贵族歹徒那课书 第八课著名的修道院 问一个说啊 在内科书就讲过 与什么什么相联系 还可以用be related with 或者be related to 与什么什么联系起来 还可以既可以表示连接 也可以表示联系的 be connected with be connected to 或者be linked with be linked to 这些搭配 这两个搭配既可以表示物理上的连接 也可以表示与什么什么相联系 但第一个第二个呢 一般只表示联系 大家还记得 我们在第八课说过 著名的圣伯伯纳德修道院 把这个什么瑞士 跟什么什么东西联系到一块了 这个跟大山口连接了起来 这是用这个connect这个搭配 但是这四个表示联系都没有问题 那么下面一个搭配就法庭 叫cord of law 直接翻译成法庭 那有同事老师 那个cord您在词文中讲过 不是单独可以表示法庭吗 为什么还叫做cord of law呢 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上下文 没有语境 上来就出现一个cord 我们知道意思很多嘛 是宫廷 朝廷 法庭 球场都可以 你没有上文 上来出现一个cord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那cord of law就没有起义了 你像这种固定搭配 go to court去打官司 就是固定搭配是没有起义的 单独使用它怕有起义 没有上文 所以本文中用的cord of law 这样的结构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句子 我们背诵一下 我们复述一下 顺便造几个句子 就是这个 这个正义这个字啊 通常是跟法庭联系起来 就是the word 后面那个justice做the word同位语嘛 我们大声来背一遍这个句子 the word justice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of law 好 咱们速度快去啊 the word justice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courts of law 好极了 咱们类似造几个句子 成功这个词 常常与勤奋联系到一块 成功这个词 先说the word 后面再说success 勤奋 大家可能这儿的形容词可以用diligent 名词当然是diligence 对吧 后面t换成ce就好了 咱们复述一遍啊 the word success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diligence 成功这个词 常常与勤奋联系到一块 这个不错 好 我们写的更复杂一些 把这个句式再复述一遍啊 再念另外一个句子 看这个中文 软弱这个词 常常与女人联系到一起 然而这却不总是实情 有些女孩子比男人更加坚强 对吧 软弱这个词 常常跟女人联系到一块 哎呀 一谈到这么一句话 使咱们想起了sashviyah的那个名言了 我们看这名言是怎么说的 顺便看看软弱 怎么表达地道 沙翁的名言是 原文是这么说的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这个woman这个词 表示女人泛指 可以当作不可数名词来用 是可以的 frailty表示脆弱 软弱 就是怕事情 一看碰到碰到什么事 就哭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frailty frailty 软弱 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我们可以用它 就是指女人一般都软弱呗 但是这可不见得是事情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你的 这个在古文中呢 相当于your 我们大声都讲 thy thy 这是古文的用法 thy thi 相当于your 如果是你 这个主格呢 在古文中一边有个thou t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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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you 主格 binger呢 有时候我们碰到the thee thee 相当于binger的you 但当代应语中 主格binger都是you I love thee 我爱你 这个the表示 这个binger 但主格呢 用thei 这是古文的用法 那么还有 然而这不总是实情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22课熟记台词 我们讲过 如果老师没记错的话 是在第110页 第一段的第五行 出现了这么一个 叫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然而这却不总是实情 这些表达都有了 我们放那块写起来 就特别漂亮了 咱们复述一遍 软弱这个词 常与女人联系到一块 然而这却不总是实 女人嘛 单独是woman就好了 先说the word 再说软弱 我们再联下去 咱们说一遍啊 the word frailty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woman thou 但是呢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这个句子 咱们写起来腰杆特别直 特别自信 为什么呢 这表达怎么都见过呀 再来一遍 the word frailty i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woman ye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好 这是我们第一句话 下面我们说这个 这个作者在第二句话 接着说了 出现一个复杂句子 他说 we might say that justice has been done when a man's innocence or guilt has been proved beyond doubt 这句话稍微复杂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结构的分析 这个后面黄颜色的这个句子明显是时间壮语从句 那么我们中文中一般先翻译壮语 是吧 就当一个人他的清白或者无辜已经被证明的时候 怎么证明呢 其中这个话横显的beyond doubt 是一个借此短语当壮语 就毫无疑问的 确凿无疑的被证明的时候 这个beyond加名字的壮语 咱们一会详细展开讲解 前面这个白颜色的呢 可以看作一个句子主干结构 尤其是白颜色没有下话线的部分 we might say 主句的主语和谓语 照着办了 后面那个话横线 that justice has been done 这明显是编语从句了 说say的编语 然后呢 后面这个when从句 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 就好了 这个编语从句中出现的 justice has been done 是固定搭配 叫正义得到了伸张 这是我们在词汇中讲过的一个结构 好 我们在这个句型中呢 我们观点看一看 后面这个重点的起词搭配 叫beyond doubt 叫毫无疑问的 不容置疑的 确凿无疑的 这个搭配不但可以用beyond doubt 这个搭配 也可以更加加强 就是beyond any doubt 就是没有丝毫疑问 这个用beyond any doubt 比beyond doubt语气更重 但用的场合类似 都是确凿无疑的 毫无疑问地 有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research showed beyond doubt that smoking contributes to heart disease 这项研究 确凿无疑的 表明了 吸烟确实跟健康相关 会导致身体的 这个会导致心脏病 抽烟多了之后 尼古丁会伤害心脏 确凿无疑的 这表明了这点 这个后面那重句 应该做受的病语重句 但受后面状语比较短 beyond doubt就两个字 病语太长了 李老师说过 几乎动词后 如果状语短病语长 习惯上先说状语 后说病语 是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再看一个语气更重 His ability to succeed has been established beyond any doubt 他的获得成功的这个能力 已经被确认了 被确立了 establish 怎么被确立的呢 被确认了呢 beyond any doubt 没有任何疑问的 被确立了 被确认了 就大家公认 这个人确实是个成功者 是个能人 你像马云 我就可以说 他们他的成功的能力 已经被确凿无益的 不但是全中国 全世界都承认 马云确实是个成功者 这个do something beyond doubt 或beyond any doubt 就毫无疑问地 这个结构 大家可以记住 写作中 考试中 生活中 咱们都可以用 那么跟他类似的事 我们可以多看几个 beyond加名词 本身就是个固定搭配 特别特别常见 举一反三的 多几几个 咱们这个效率就高了 就是什么呢 无法怎么怎么样 或不容什么什么 刚才beyond的 就不能质疑嘛 可以用他 或者无法如何如何 就比他要高嘛 你够不着嘛 你超过了嘛 有这个 咱们多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the situation is beyond my control 这个局面 这个形式 我已经无法控制了 超过了我的控制力 无法控制了 就是我控制不了了 可以用他 再比如说 the rumor is beyond belief 这样一个谣言 什么呢 是无法令人相信的 胡说八道 纯粹是胡说八道 有人传说 说李老师 李延龙其实是女人 胡说八道嘛 这不是 the rumor is beyond belief 这个流言飞语 是不能相信的 就超过了我们相信的能力 胡说八道 再比如说 the results are beyond dispute 或beyond controversy 你看这黄颜色的固定搭配 可以背下来 那么the result 这些结果子呢 这结果是不容争辩的 注意dispute 表示双方的争端 controversy 表示大规模的争议辩论 不容争辩的 我们可以把它搭配读一下 beyond dispute beyond dispute 再跟后面的搭配 再来 beyond controversy beyond controversy 就不容争辩的 这个结果 大家都公认不容争辩 甭去讨论 没任何问题 再比如说 her beauty is beyond words 或者说 her beauty is beyond description 什么意思呢 这个女孩子 这个美貌是怎么样 是无法形容的 国色天香 我们说 沉于落雁 碧月修花 哎呀 是怎么跟没法 无法形容 没法说了 超过了语言的能力 你就避愿言想 你最喜欢的女孩 是什么样 睁开眼看 她就这样 beyond words 或beyond description 叫无法形容的 甚至我们不一定指人 以后我们说 西湖的美景 无法形容 the beauty of the west lake is beyond words 或者is beyond description 无法形容 可以用它 再看 his conduct is beyond reproach 或者beyond criticism 这个conduct 类似于behavior 就人的行为 但是这个conduct 表示人的行为 侧重于道德方面的 尤其跟道德准则相关的 这个行为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注意重音在前面 那个conduct 那变成动词了 大声那边 conduct conduct 他的行为是怎么样呢 reproach和criticism 都表示批评 责备 谴责 这个意思 此事不能够批评的是什么 就是无可指摘的 这个人行为 你根本批评不得 不是不许你批评 你是没有词去批评他 就这个人的行为 是白币无瑕 这个人往地站 我 连龙 一辈子没缺过德 就可以说 his conduct is beyond reproach 或者beyond criticism 就是无法如何 不能如何 不能 这个 这个 无可指摘的 你挑不出毛病来 挑不出一个辗来 鸡蛋的挑骨子 挑不出毛病 再比如说 the pain is beyond human endurance 这也是 是什么 是无法怎么样了 the pain疼痛 怎么这个疼痛 是人无法忍受的 beyond human endurance 也是beyond加名词 见过这搭配之后 可以把它记住了 我们再多容忍忍受 这个词搭上来没 endurance endurance 它来自动词endure endure 名词是endure 去掉e加anc 就好了 再比如说 这个我们看看 怎么来翻译 working with you is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跟您在一块工作 怎么样呢 这个wild 这不是狂野的野蛮的 wild是离奇的 非常离奇的 这个到了新概念四侧 这个不要伤害蜘蛛 的第二课 怎么就会碰到这个意思 那么跟您在一个工作 已经超过了 我最离奇的梦了 我最离奇的梦 都无法梦到这么一个事 是什么意思呢 跟您一起工作 真是我梦寐以求的 或者翻译成 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哎呀一看是大明星 这女孩说 哎呀我上班一看 同事坐我旁边的 原来就是 李敏浩 哎呀我做梦也想不到啊 这难道真是做梦吗 你看可能真是做梦 我说working with you is beyond my wildest dreams 跟您在一空做 简直我是做梦 都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太好了 祖坟都冒烟了 哎呀太好了 这是beyond加名词表示 无法怎么样 我不容怎么样 咱们见过这几大匪 可以同事不得记住 好回到课文中 看下一句话 他说 justice is part of the complex machinery of the law 这个正义啊 就是我们这个复杂的 法律体系 法律系统的一部分 当然这个justice在这儿 也有可能翻成司法 或者审判了 多意思都可以 这个句子中 有两个地方需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这个part of 很多同学说这个part 是个可数名词 他为什么用part of 而不用apart of呢 为什么没有那个a呢 这里设计一个小知识点 咱们的写作中还要注意 以后咱们阅读时要留神注意 看是不是这么用 什么知识点呢 咱们来看看 就是当part of前面 没有形容词修饰的时候呢 通常习惯上不加这个不定观词 a而直接用part of 而不说apart of 但是有形容词修饰的时候 那是例外 一般要加成a 这是语言习惯 没有办法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part of the building was destroyed in the fire 这个建筑的一部分呢 在火灾中被焚毁了 被烧毁了 这个part of本来应该是apart of 但习惯上说part of 咱们不加那个a 再比如说 falling over is part of learning how to ski falling over 就是摔个大跟头 摔跟头 摔跤是什么呢 是学习如何滑雪的一部分 你不摔跤怎么能学得会呢 就是我们学英语 就像会犯错 不要怕犯错 学习的一部分 is part of learning how to ski 是什么什么的一部分 注意这个part of前面 都没有形容词 直接用part of 这个结构就好了 本剧中呢 justice is part of 前面也没有形容词修饰 也是没有加 我们再看 新概念三册 另外一刻注冻 41刻 咱们看是不是也这么用 请看192页的第11号 192页的第11号 this idyllic pass-through scene is only part of the picture 这幅idyllic 或者东西 叫田园诗一般的 优美令人愉悦的 这个风景 只不过呢 是这幅图景的一部分而已 is part of the picture 可以这么说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看到这个part of 还是在前面没有加 因为only不是形容词 only在这里是副词 它修饰这个 必动词is 它依然没有形容词修饰 但是如果有形容词修饰的时候 一般我们在part前面 一般要加贯词 我们看一下例子 memory loss is a normal part of the aging process 这个aging 我们在新概念四册的37颗 会碰到叫衰老 老化 记忆力的丧失 是这个衰老的过程中 一个很正常的部分 上年这时候记不住事了 脑子不行了 不管用了 这也是我们说 这个什么什么的一部分 你看这N 为什么加呢 因为normal 形容词修饰这个part 一般要加一个N 这个在新概念体系里面 亚历山大也通过课文 教给我们了 比如说你看一下 这个第四册 第43课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第四册的43课 这个句子太长了 咱们看这个片段 四册的43课 So vast is the number of planets that intelligent life is bound to be a natural part of the universe 就是我们呢 这个行星啊 这个数量是如此之广大 地球只是沧海一宿啊 这个行星的数量特别之多 以至于怎么样 So that 如此以至于吗 那结果状况从具 以至智慧生命呢 be bound to do 大家可能还记得 be bound to do 咱们的29个讲 是必然怎么样 它几乎必然是一个 我们宇宙的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组成成分 就尽管出现生命的几率呢 是微乎其微的 像地球这个环境 湿度温度 包括温度 那么再稍微变一点 人类就不可能存在了 但由于行星数量如此之庞大 这个偶然的生命的存在就几乎成了必然了 因为基数足够大了 你看这个 a natural part of the universe 就不要说natural part 而叫a natural part 因为有雄词修饰的 你看四册里面也是这么用的 这是这句话中 第一个重点 叫part 究竟加不加这个a 这是个重点 第二个 我们看一看这个complex machinery of the law 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个machinery machinery这个词呢 本来是表示机器 而且表示机器呢 是不可署名词 在这你要发现成复杂的法律机器呢 也能听懂 但是中文中的机器明显也是派生意 在这里面呢 就是表示组织机构或体系 法律体系 法律组织 这么一个意思 但注意表这个意思 依然继承了这个不可署名词的这个意思 我们用大写字字母U 表示incountable 不可以数的 数不了 就是organization or structure 组织 机构 或者某个体系 在中文中 有的是权宜的 也能发现成机器 但中文的机器也是指着组织机构 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简单例子 当然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搭配 machinery of 就是什么什么体系 什么什么组织 我们machinery for 就发挥什么功能的这么一个组织 for表示目的 这个组织 这个机构 发挥什么功能 用of可以引出同位语来 用for表示目的就好了 对吧 我们看例子 the machinery of government 政府机构 政府这个 政府机器也行 整个政府体系 什么从常委 到什么某个局 某个处某个客 等等 政府的这个机构 那么同样的 那么做某事的这么一个机构 我们可以加其次for 你看这个搭配 the company has no effective machinery for resolving disputes 这个公司呢 现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么一个组织机构 来干嘛呢 来解决争端 就出现争执 出现争端了 两个部门之间 这个在潮嘴 有争议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么有效的一个组织结构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for表示目的 是发挥什么功能的一个组织机构 但大家发现 通通都是不可数名词 在后面是不能用复数的 它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知道这个machinery 本身是表示机器 它跟machine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早在第六课就说过 它本身呢 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machine是可数的 这个在第六课 第21课 两课书中都讲过 machinery第二个意思 表示machines 表示机器 一件机器 用它的话 只能用a piece of machinery 一件机器就好了 咱们复习 我们看例子 you should not drive or operate machinery after taking the medicine take medicine 就是吃药 吃了这种药 服用这种药之后 你不应该驾驶 或者操作任何的机器 这个machinery在这 你看 单独使用 前面没有复数 前面没有罐子 后面没复数 这是不可数名词 就是驾驶或操作机器 machinery是不可数名词 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在第六课和21课 多次讲过的几个词汇 后面都是由ry来构成的 它有规律 machine可数 machinery不可数 jewel是珠宝 a jewel 一件珠宝可数的 但jewelry不可数 我们前面是美式品写 后面是英式品写 发音都是jewelry 不要读jewelry 依然是jewelry 不可数 sene风景风光可数 但 scenery 后面加二外之后不可数 对吧 weapon可数 但weaponry武器军备 这个后面加二外不可数了 point表示一首诗是可数的 但poetry可以表示诗歌 这个文学题材就不可数了 但注意这是把m去掉之后 加try 不是poetry poetry不好读了 所以读成poetry 这几个左边可数 右边不可数 这个我们在第六课 二十一课 多次说过 今天又是复习了 好我们看下边的第四句话 他说 those who seek it entertake an arduous journey and can never be sure that they will find it 这句话我们还是先做一下语法成功的分析 those是定语从据先行词 我们who seek it 当然是定语从据了 就那些追求他的 这个也当然指正义了 追求正义的那些人 但注意 我们说了 这个定语从据的先行词 在当代英语中 一般来说 咱们不用人称代词 古代英语中 有的时候可能用he who什么什么 这个结构 但当代英语中 咱们一般用指示代词 比如说在这 先行词不能they who seek it 不行 they是人称代词 我们用指示代词 就是this that these those 用这个词 不要用they 而用those 那些追求正义的人 怎么样 这个it是上一句话 这个justice 然后呢 主句为主 undertake an arduous journey 他们必然又走过 这么一段艰苦的旅程 这个ar 这个我们讲了 承担过来 并努力去做 我愿意接受 主动我承担的 这么一个艰苦的旅程 就是你搜寻正义的路途 毕竟是艰辛而遥远 and 并内廉辞 引出并内句 说明第二句话主句 第二句话的主语 依然是those who seek it 对吧 所以主语就不用再说了 两个并内句 主语统一 直接根本语 can never be sure 并且从来也不敢肯定 后面 that they will find it 他们能够最终 找到这个正义 这个that从句 这个黄颜色的 恰火线的从句 是咱们多次说过的 可以看作 形容词的不足语 它呢 可以跟形容词 sure 一块儿构成 一个大的形容词段语 我们说了 这个sure 后面 有一些语法学家 把它解释成 这个同位语从句 you can never be sure of the fact that 但是这毕竟没有of the fact 其实就是一个 可以看作跟形容词构成 形容词不足语的一个从句就好了 或者你干脆把它看作是宾语从句 为什么呢 看作宾语从句也行 就是can never be sure of be sure后面可以叫of或者about 但是我们知道那从句前是不能叫of 或者不能叫about 等于把借词省略了 加上借词之后呢 那就是宾语从句了 但是毕竟没有这个借词 所以咱们说过一般来说 形容词后面跟一个从句 一般来说咱们看作形容词的不足语 这个解释就更清晰 更好理解一些 好 我们先看看这个 those who seek it 这个seek是复习 叫追求 想得到某个东西 在这可以当极物动词来用 我们复习在27盒里面见过 130页的第13行 130页第13行有这么句话 in seeking independence they do not sacrifice their human dignity 回顾一下in 李老师说过 in可以表示在做某事的过程之中 这个in可以表示一个时间状怡 在追求独立的过程中 怎么样 他们并没有牺牲他们作为人的尊严 他们依然是有自己尊严的 这是流浪汉 好 本文中说 那么追求这个正义的人 entertake an arduous journey 那要走过一段艰辛的旅程 arduous journey 是咱从中讲的 arduous journey arduous voyage 艰苦的旅程 艰辛的航行 漫长遥远而辛苦 那么这个搭配是固定用法 你看不但在本文中出现 44课也出现了 咱们看204页 29行最后到第30行 44课最后一句话 204页 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you will not have to spend the next few days recovering from along an arduous journey 你如果坐飞机的话 怎么样呢 就不会呢 花费下一个 这个后几天的这个时间 来干嘛呢 从一个漫长 而又艰苦的旅程中 恢复过来 你坐飞机马上就到了 就没有那么辛苦 没有舟车的舟车劳顿了 make a long and arduous journey 一个漫长 辛苦的旅程 固定搭配 好 并且呢 后面说 and can never be sure 并且可能呢 从来也不敢肯定 他们最终能发现 能够找到这个正义 正义的这个追求 是一个非常漫长 而辛苦的过程 这个我们 看这个句子很漂亮 咱看能不能把它背一遍 然后造一个句子 那些追求正义的人 除以那些 in those 不要用they 那么 要去面对啊 去走过一段 艰辛的旅程 并且 他可能 从来也不能肯定 是否能够找到正义 我们来复述遍 those who seek it undertake an arduous journey and can never be sure 什么呢 that they will find it 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those who seek it undertake an arduous journey and can never be sure that they will find it 好 我们看给他类似 能不能造个句子 追求完美的人 要走过一段艰苦的旅程 并且永远也没有把握 他们能达到完美 这不是发现完美 是达到完美 达到完美 达到可以用achieve 取得成就这个词 结构跟本文类似 咱们复述一遍 看看这个该怎么说 那些追求完美的人 先说那些人 用those 不要用they those who seek 什么呢 perfection 完美吗 and they take an arduous journey and can never be sure 我们来 that they will achieve it 你看这个钻研好句子啊 它就是我们写出优美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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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句子非常重要一部 就像要练口语 必须有精听嘛 练写作必须有精读 听说读写 写作是最难的 写作是用于王冠上的宝石 你看再看一遍啊 those who seek perfection entertake an arduous journey and can never be sure that they will achieve it 这个表达搭配特别精彩 特别漂亮 句实结构合理 你说我们在作文中 写出一两个这种句子 何愁拿不到高分呢 好 咱们再看下一句话 judges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are human and can make mistakes 法官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在这儿是一个 这个让步状语从具 无论有多么明智 无论有多么接触 这个让步状语从具里面 省掉了they are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they are 这被省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hey 这个主语 就是主旧主义judges 后面又是必动词 我们说在状语从中 主语跟主旧主义统一 其后这必动词 两个可以去掉 咱们这是复习 然后主句呢 得位于是are human 这个human在这儿 当形容词来用 human可能本身表示 人的或人类的 这是细表结构 这个are后面加形容词 and can make me sick 并且可能会 这个犯错误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在这儿确实是一个 我们刚才说了 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具 然后主句呢 是白音色的句子 主句是and 这病人连词 连接的两个句子 并且它可能会犯错误 它的主语呢 也是judges 所以在第二个 病人的句里面 主语就没了 但是首先我们看一看 这个让步状语从具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我们说了这里面相当于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they are 这they are被去掉了 为什么可以去掉 老师说了 第一个 状语从具主语 跟主旧主语统一 本分钟主语是judges 这个they就是法官的 而这状语从具畏语 紧跟着是必动词 那么一般来说 可以把主语跟必动词 同时去掉 咱们复习 metals expand when heated 当被加热之后 金属是会膨胀的 这个你看when 也是状语从具 时间状语从具 这个they 主句主语这个they 那从具主语they 跟主句主语metals 是统一的 都是金属 然后后面畏语是 必动词are 所以呢they are被去掉 when heated就好了 这是我们一个老支的复习 咱们的复习第36课 166月第11行到第12行 166月第11到第12行 while on a walking tour with his wife he stopped to talk to a workman 当他有一次跟老婆 一起在徒步旅行的时候呢 他停下来跟一个工人 在聊天 你看while也是状语从具 他的主语he 是谁呢 就是这个主旧主语he 也是同一个人 后面是为一种词 是必动词was so while on a walking tour 那个he was就被去掉了 这本文中也是这个首语 大家应该很熟悉的 注意后面的are human 这个human是形容词我说了 是人的或人类的 在这不施名词了 好 这句话咱们也背一下 看能不能背来之后 复述几个句子 法官无论有多么明智wise 无论或者有多么杰出eminent 他毕竟也是人 是人他就会犯错 咱们看能不能把他复述一遍 好 one two 一起来 judges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are human and can make mistakes 他有个犯错 好 再快点 judges however wise or eminent are human and can make mistakes 造个句子 年轻人 无论多么年轻 无论多么没有经验 也应该受到尊重 受到尊重呢 咱们可以用be treated with respect 这个搭配 而不要用太简单 be respected 用明词结构更为正式 就是以尊敬的态度 来对待他们 那就好了 年轻人 无论多么年轻 多么没有经验 像本文中一样 也可以用however 来引导 因为他主旧主义就是年轻人 我们年轻没有经验 现在主义也是他们 所以直接用yong or inexperienced就好了 没有经验是inexperienced 在experienced前面叫i in 否定字头就好了 experienced 加i in之后有个连读 我们大声提回下 inexperienced experienced 这个字母p要浊化 不要都experienced 要浊化 浊化成but的声音 再来面 inexperienced inexperienced 好 咱们复述一遍 这句话怎么说 年轻人 young man 然后呢 however young or inexperienced should be treated with respect 年轻人 无论有多么年轻 多么没经验 也应该 就是 用尊敬的态度 去对待他们 轻视他们 是不行的 好 那次再写一个句子 我们还加上 是人 这个搭配 所以看 无论多么残忍 或多么邪恶 他也是人 而且应该 人道主义地 对待他们 对待依然 可用be treated 再这种副词 humanely humanely是人道主义的 我们可以先读一下 这个副词 humanely humanely 或者humanly humane 还有个字母意呢 是人道主义的 再加ny 残忍呢 就用cruel 邪恶的 可以用vicious 我们看看 复述一遍 有刚才那个基础 这个句子更好说了 罪犯可以用criminal 这个词 对吧 复述criminal however cruel or vicious 对吧 are human 形容词 and should be treated humanely 就好了 罪犯 无论他们有多么残忍 多么邪恶 他毕竟是人 应该这个人道主义地 对待他 你虐待这个罪犯 恐怕我们跟罪犯 就没有区别了 好 这个第一段呢 介绍了一下 大概这个正义 是大家 是大家人人都想追求的东西 这个 但是他最后说 法官呢 有的时候也会犯错 这介绍了大致 这个正义 大家都想要 但是这个故事还没有开始呢 第一段先做了一个 故事情节背景的 什么交代 那么第二段 内容更加精彩 好 第一段跟老师 我们先学到这儿